温州旅美同乡会日前在圣盖博士举行第十一届换届典礼 即二十周年庆贺晚会 在晚会上还宣布了温州旅美总商会的正式成立 南加州各界政要包括联邦众议员赵美兴 中国驻洛杉矶总领馆乔务领事孙伟东 等南加州各界代表数百人与会 在当天的晚会上 温州旅美同乡会第四届会长林光 将一块写有温州旅美同乡会的匾额 交给了该会第十一届会长李信亮 圆满地完成了新劳会长交际仪式 温州旅美同乡会当晚还宣布 温州旅美总商会正式成立 众外来宾赵美兴 宋伟东 沈石康 苏王秀兰 劳朱嘉一 陈远 李社潮 王建美 张素九 陆强 孤元石 林刚花 以及新劳社团代表等数百人到场之后 温州旅美同乡会 荣誉会长王建美在亲和会上 就该会走过的二十年风雨历程 做了精彩的回顾 卸任的温州旅美同乡会 第十届会长林光 也发表感言 中心的致谢大家在他任期内的大力支持 我这一件做的事情就是一个会长应该做的事 那么我过去就职的时候 我有一个理念 就叫做愿无私奉献不求回报 已经是第二次在任 温州旅美同乡会第十一届会长李星亮表示 既往开来 他有信心将该会在新的形式下再创辉煌 除了既往开来做那些以前 就是传统的乔务工作 传统的同乡服务 让国内的企业走进美国 让美国的企业走进中国 起到千草大强的作用 按照惯例 温州旅美同乡会 每年都会像16岁以下少年儿童 65岁以上 起因长者发发红包和慰问品 经验也不例外 并扩大了范围 充分体现中华民族 争劳爱幼 回馈社会的美德 汉天卫视记者王冯明 中文记报导